哈喽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几个观念 我的学生在前几天他赖给我 然后他看到了 他说这个人在明年的时候 他会不会有意外身亡 这一种情况 我一看到这一种 我就觉得这样子批命 已经有点太过于 犯了命理师的一些大忌 命理师其实有几样大忌 各位要清楚 这几样大忌在批命当中 各位不要去犯道 当你犯道的话 对你本身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各位你要清楚这一点 所谓命理师的大忌 第一个 生死问题 很多人对于这一区块 他总认为这个是神算 但是基本上你论人生死 会有什么样的缺点 第一个 你批命批准了 你可以跟人家说吗 不行 人家就说你乌鸦嘴 他真的到那时候时间死掉 人家也说你乌鸦嘴 他不会认为你很准 第二个 假如你批了批不准 你会让当事人 他的内心非常的彷徨 紧张 然后时间一到 也没有像你所说的这样 我就死掉了 可是在那一段时间 他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 而且很难过 这一个状况在我的客人当中 我的学生当中都有发生过 我的客人一来 到最后他哭着走 为什么 他说老师 他今年去庙里面问这一些鸡童 鸡童跟他讲 他妈妈活不过今年 可是我从他的八字来看 我说并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八字六轻的一个讯号里面 硬没有任何的消息 所以说我就跟他讲 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 你不用太紧张 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 你不用太紧张 可是虽然我这样讲 这一个客人到最后他还是哭着 这样子离开 两年后他变成我的学生 然后我就问 那你妈妈咧 还活得好好的 那时候当时看你紧张的 对啊 我很担心 你看这种情况 害了这个人 在那一边伤心 紧张 同样的 我的学生 他回日本以后 他爸爸就跟他讲 我只能够活到今年而已 结果 他本人因为有跟我学过八字 他就在那边看 看老半天也没有这一回事 然后又去问我师弟 我师弟也说没有 到最后我师弟跟我讲这件事 我说拿来给我看一下 我说没那一回事 不用理他 可是为什么这一个学生的爸爸会这样子 因为他在前几年的时候 这一个命理师就有跟他爸爸算说 他在什么时候会死亡 结果到了那一年 他就说他只能活到今年 因为命理师算的 结果还是一样 活得好好的 没有这一回事 可是当下 你看学生的父亲是多么的紧张 说听 他就想我只活到今年 什么后事都交代完了 都有可能 可是实际上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可是他对人 又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 非常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说第一个 生死的问题 我跟你说交给上天 你交给上天 生死的问题交给上天就好了 这个你没办法决定 你只不过是一个命理师而已 你能够决定什么 我问你 你是一个命理师而已 你能够决定什么 会因为这个世界 因为你懂命理而 照着你的意思走吗 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的一定的道理 不会因为你懂了什么命数 这个世界就按照你的意思走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所以说 生死问题 命理师的大忌 绝对不能犯 不要去犯这一种 不要以为你批的话 很准确 跟你说了 准或不准 对你都没有益处 对你都没有帮助的 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所以说不要动不动 就把人的生死搬出来 以我而言 我都不会批人家生死 我不会批人家生死 我唯一会批生死的都是学生拿来问我 然后我在这个八字里面 觉得莫名其妙的怎么问我这个 你看 我才会遇到死亡的八字 我才会遇到死亡的八字 所以说不要批人生死 不要给人家那种压力 更何况人家来问你 很难会问这种生死的问题 那第二个 大忌是什么 你是一个命理师 你不是医生 所以说不要当医生 很多命理论坛里面你去看 一个八字出来 论身体健康的 你会发现到 每个人几乎都跟医生一样 什么专业术语都出来 你会觉得 哇靠八字几乎什么都可以处理 连身体疾病都有办法处理 我都会跟学生举一个案例 假设你今天脑部有疾病要开刀 然后你就给我两本书 都跟脑部有关的书 请问我看完了 这两本书我看完了 我要帮你开刀 你要不要 学生说我当然不要 我说你为什么不要 医生要有专业 你看那两本书 那个哪是什么专业 你都知道我看两本书 我的医学也是这样子而已 怎么你们学了八字以后 你们全部都变医生了 学生就突然嘴巴就 我说 那一种生病的 通常 连医生都要有专业 都才有办法去治病 你只是懂一个五行生克而已 你是能够治什么大病 我问你 心脏病你有处理吗 你有办法处理吗 要怎么教他 我问你 脑部疾病你有办法处理吗 你连脑部里面的构造 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以为这边熟火 那用木他就会好 是这样子吗 有那么简单吗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就犯了这个问题 我常讲的命理师 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什么全世界都依照命理的五行在运作 你想太多了 那一些只是一个大方向 当细项的时候专业就是专业 你命理师最专业的地方 就是运程的判断 而不是什么事情 你都跟五行一扯上关系 你就变专家了 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说不要当医生 那种重大疾病的 癌症什么 你都不用去理他了 那个不是你的半酬了 你顶多跟他讲 注意大方向而已 注意大方向 什么叫注意大方向 你要知道你的木比较弱 所以说木代表的是什么 你这一边你稍微要保养一下 你只能够做到这样而已 说真的木所引申出来的疾病 有太多太多了 那些都是专业 你一个八字不可能 有人说以前的八字老师是 也可以帮人看病 我说你会错意的吧 是这一些狼中他懂的一些五行 不是算命的懂得会医病 你刚好给我相反过来了 也就是说中医 他们本身就有通五行的道理 所以说其实八字对他们来讲 或多或少 他们会摸一下 可是你假如是一个江湖的算命的 你根本就不懂医术 你怎么用这个东西去帮人医病 所以说你不要把前后的顺序给我搞混了 不是古代的命理师都是医生 是医生他或多或少都会懂五行的深刻 各位要了解 不要会错意了 不要人家讲什么 你就对 那你应该也会致病 假如会的话 今天中国的就不会有医生 或者是命理师这两种职业了 他只会合而为一而已 各位你要了解 所以说医生不是命理师 命理师也不是医生 各位要区分清楚 第三个 算兄弟姐妹 你不要算这种东西 你绝对算不出来 我简单举一的例子 大陆最多生几个 台湾最多生几个 地理位置影响了生育的数量 那你要怎么从八字里面算出来 这个还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是地理有影响 但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 而是 你跟他算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他假如有三个兄弟姐妹 结果你跟他算有四个 奇怪 我明明就只有三个兄弟姐妹 怎么会有四个 难道你要叫他回去 去问他妈妈吗 说外面是不是要偷生一个 这样子是造成什么 家庭的纠纷 各位要清楚 算兄弟姐妹 这个不算什么神算 真的不算什么神算 让你算出来又如何 让你算出来又如何 他未来会怎么样 你还是一样不知道 各位 把算命的目的 想清楚 不要算了一个命 你好像都是神算 结果对于这个人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简单的讲 人家根本就没有问你说他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跟你说 你这一看就知道有三个兄弟姐妹 没事老是做 只是为了展现说你很厉害而已 假如你算出了 我怎么会有三个 我明明就只有两个兄弟姐妹 不然你回去 你是要叫他回去问他爸妈妈 问他妈妈 你是不是在外面还有偷生 他这样一讲的时候 他就算没有回去问他妈 他是不是也会怀疑 他是不是就觉得 妈妈是不是怪怪的 所以说这一些 不要被你一批完命 你当真以为自己是神算 结果造成人家很大很大的麻烦 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子就不对了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真正批命的意义在哪里 对于未来的运势该如何去预防 各位这个才是批命的意义 对于你未来的运势该如何去预防 从现在你的状况 你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 已经没办法改了 那要怎么办 要从现在的状况去慢慢的帮你自己调整 为正向往好方向走的 这一条路 而不是 给你一批完命以后 反而人生更迷惘 更模糊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我们命理师 各位 你从我这样讲 那你就知道我们命理师 不是在展现神算 神算对我们来讲 并不重要 命理师的意义是什么 帮人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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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其中一个 给予正确的方向 不是为了展现神算 神算没有用 神算没有用 神算 有一些东西是不必要算的 什么叫不必要算的 他有几个兄弟姐妹 他父母亲谁先死 他有几段婚姻 他身价有多高 算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一些都是单纯的问命而已 真正来找命理师的 他肯付钱给命理师的 都是在人生抵草的时候 各位你要清楚这一点 如何帮这一个人解惑 并给予正确的人生方向 让他能够快速的脱离这个低潮期 这个才是命理师最大的价值所在 这才是命理师最大的价值所在 所以说不是在于你有多神多神 那一个不重要 你就算很神了 你可以一眼看出来 我有多少的身价 你可以一眼看出来我几个兄弟姐妹又如何 又如何 我未来会怎么样 我未来会怎么样 我该怎么走才会变好 所以说神算很有可能是各位在追求的 但是那个不是命理师真正在追求的 不是命理师真正在追求 所以说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我不会算你很多根本跟你无关的事情 你的学业多高 你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你有几段婚姻 不可能 我算不出来 我也不想算 但是我可以从你现在的八字马上就知道 你现在面临了什么问题 财运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还是你本身人生的低潮 这一些我一定算得出来 我不需要问你 我直接看就知道了 然后透过你的回复反馈 我知道我批对了 我再给你讲说该如何做 该有什么心态 该怎么样去努力 让你的人生逐渐的往上走 而不是一直持续在现在这种低迷状态 这个是我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意义 那你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这是我给命理师的一个意义 命理师的大忌 是哪几项 这些大忌不要犯了 犯的话很容易你会陷入到神算的迷思中 一旦你陷入到神算的迷思中 命理师的意义对你来讲 就不重要了 你只会想要追求完美的批论 但是相同八字不同命 你该如何去批论 这一点就是我给各位去思考的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假如各位对我的命理 你只是有兴趣的可以到我部落格去看 同样这些影片跟文 我会上传YouTube跟FB 各位可以去反复观看 或许你所需要的知识 同样的 你假如在看影片或者是文章中 你有疑问 你也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或文章中留言 我看到我会回复你 或许甚至还会做视频 做成视频 因为你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大家的问题 但是切记不要问我八字 因为批命是要付费的 我没有免费帮人批八字的义务 各位 下次有缘再见 拜拜